那因为每个人他可能看到这个讯息 有一些感觉 他也许会回复你也好 或者是也许他就转发也好 所以他其实会产生一个所谓的水波的效应 就是说你一直在讯息出去 并不只影响所有关注你的人 其实透过他们 其实还有可能影响的层面越来越广 所以他就像水波一样被传播出去 还有就是当你一发的时候 其实马上所有人就及时收到 不像说前面讲的部落格也许写的文章 让大家会陆陆续续的发现说原来你有更新 所以其实他本身的一个速度跟传播的效果 当然跟部落格就不大一样 那Facebook的部分来讲 我想大家用过都知道 他一开始你申请了账号 如果你不开始找朋友 把你的通讯录把你的什么汇入的话 其实你一个人孤零零在Facebook上 是没有什么搞头的 所以他其实本身就是 背上一个人际关系去做散布的 那人际关系当然他有一个基本的联系 有一个基本的信任 所以说透过这样子 当然你可以很快的也许就累积 不像说可能也许有人在Twitter上 他可能也许完了三个月 搞不好关注他的人 你就只有十来个 因为没办法 人家也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就没有去关注他 可是朋友至少同事可以拉拉进来 同学可以拉拉进来 一下子可能也许几十个 一两百个就比较不成问题 那也因为这样 其实他可以 因为这个信任的Base 他也可以产生一些散布的效果 所以综合我们刚刚所说的 多段话的内容 及时的一个传播 跟还有基于人际关系 信任上面的一些 延伸的那个传播效果来讲 其实这三个工具 他如果能够组合在一起运用 对于经营个人品牌也好 或者甚至企业品牌也好 当然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组合 如果说单取其中的一两项 或者甚至是一项来使用 那当然他其实都会难免有所欠缺 那下一个问题可能就来 就是说好 你刚刚讲我了了 就是社群媒体是怎么回事 这个我大概知道 那why 为什么 那我想今天既然这个讲座的一个主题是品牌 我想其实答案就跟品牌绝对是有关的 因为他本身做这件事情 当你产生这样的一个内容 传播的一个效果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成一家之言 你就可以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品牌 达到一个传播的效果 所以如果说假如事情做对的话 坦白讲其实他的成本相当低 因为就像说刚刚在外面的时候 然后刚刚下去的同事就跟我在闲聊说 其实他们现在也在想要去做一些社群的经营 那可是就是说 苦于说行销资源的部分 可能因为成本比较高 或者说你许预算有限 这些其实可能感觉上是一个障碍 那其实我给的建议也是说 我觉得当然说你有行销资源可以来做 当然是好的 可是如果假如没有也没关系 因为只要把事情做对的话 其实一波一波 你还是可以达到一个逐步去累积粉丝症 甚至可能去累积真正的影响力的一个效果 好 那所以其实不外乎就是这样的一些原因跟效果 第一个 在没有去做这样的经营之前 我对于网络上任何人来讲 可能都是无意义的 没有人认识我 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可是当我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经营 开始经营了一些内容 开始经营了一些 像是我的一些关系跟管道之后 慢慢我是谁 或者是我是做什么的 其实就有人会知道 就像说今天为什么资深宅男可以来这边 跟各位设计师分享 可能就是因为主办单位 他看到了我在一个参与共笔 就是有关网络社群经营 行销有关的播客的一些文章 然后他才寻现说 那也许可以找这一位来 就找了之后才发现我们是10年前的老同事 中间可能都断绝了联络 可是因为我在网络社群上面的一些 这样的内容的分享 这个线又重新被拉起来 甚至可能就有机会认识更多的 今天来的朋友们 那再来就是 因为当我持续不断的在沟通这些内容 分享这些内容的时候 你除了知道我是谁 你也会慢慢的对我产生的一个信任感 因为如果这些内容是你所认同的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写的还不错 有道理 或者是觉得说 这个东西好像蛮有用的 其实你慢慢的就会开始 我的所谓的Quality就因为这样而 从完全你不知道我是谁之后 慢慢的就被经营起来了 那当然其实因为中间分享的内容 除了也许你的所知所能 有很多其实也可能是跟您的产品 或服务有关的时候 你可以慢慢的随着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潜移默化的去把这个东西推出去 那当然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所谓的社群社交 它并不是只是做一个内容的分享内 所以人的关系其实还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当然你也可以去经营出一个 属于你自己的人脉 那当然当需要一些协助 需要一些资源 或者需要一些合作的时候 其实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资产 那各位手上的资料应该有 所以投影字比较小 那个我就可能请大家也许回去看您手上的资料 这边其实想要传达给各位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说听你这样讲好像还不错 我们就去做吧 然后就直接跳下去开个账号 难道就这样就开始了吗 其实当然这样也是可以开始 可是如果说有一些好的准备 大家会更好 所以前面不外乎就是在开始做这件事之前 帮助各位去思考说我希望在上面接触什么样的一些族群 我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效果 或者我怎么衡量这些方式 我手上有的资源等等 其实这算是一个check list 让各位就是说在开始之前 可能已经有一个心里有底的那种感觉 而不是说我就直接开了一个账号 然后就开始去做了 那比较是一个计划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因为我们并不是只是上去交自己的朋友 然后只是上去就是说随缘的慢慢的发生一些关系就可以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这个速度也许可以更快 或者也许是更有效 所以在这一页里面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 那到底大家在玩网路社群 他的心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特性 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怎么去善用像这样的一些心理 一些想法 然后来帮助我们去让这个关系 或者是种种内瑞机的更快乐 其实我想大家在社群上面 很多人会谈一件事 隐私 隐私的相对来讲其实就是表现 就是隐私就是说我有些事情 或者是我整个人我不希望别人看到知道 我希望把它收藏在我自己的范围里面 可是表现反而是相反的 就是我把这些东西通通摊在阳光下 摊在坛面上 那最好的隐私就是不用嘛 那可是为什么大家又爱用 其实坦白讲就是表现这样的一个心态在作祟 就像说无名小站上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正妹会把它自己到哪里去玩 然后自拍或者别人拍的照片放在上面 你有会看到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些外拍的活动 就是摄影师很喜欢拍正妹 其实都是不外乎希望说 要么就是希望把自己展现在网友的面前 让大家来称赞我 要么其实就是希望我的创作 就是让我的照片 人家喜欢看 那那个男生女生其实都爱看正妹 所以那与其说拍山上的一个很高很深的一个什么洞啊 什么树啊 其实拍正妹可能当然点选会好一点 人气可能会高一点 所以大家也许就不去拍山上的什么山洞 然后跑去可能也许就是拍正妹 其实这就是一个表现的心理 那其实每个人当然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的心理 那怎么样再透过您跟社群的互动 里面去慢慢的让他觉得说 我不是只是在看你的东西 而是你也会把一个舞台 把一个场域拉出来 让我也可以上去说说话 其实这个就会是一个 很好去建立关系跟互动的开始 那慢慢的当然其实除了表现之外 我们也很喜欢分享 就像说今天我来之前在外面等 我就用我的手机 就看一些网路上的文章 顺手就把它转贴到Facebook Twitter上面去 后来就有用Google Plus的朋友应该知道 其实它本身现在因为还没有 就是API其实还没有打开来 所以其实基本上是跟别的社群网站不互通的 所以当有一个网友同时是我的推友 又同时是我Google Plus的朋友的时候 他以为我发现了一个巧妙的 可以把Twitter的内容直接转Po 自动转Po到Google Plus的功能 所以他就问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这个内容我在Twitter上也看到 然后在Google Plus也看到 我就跟他说现在没有这个工具 其实我是自己转贴的 然后他当然觉得很意外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我后来想说对我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可是其实就是因为不同的地方 我有不同的朋友 当我觉得这个好东西要给大家看到的时候 我自己就会不厌其烦的去做这个剪贴的那个动作 那其实从这个现象 大家应该就更能够体会 我常常跟我们无名的一些美食部落客 会有聚餐的机会 然后每次菜一来 我就觉得相当的痛苦 痛苦的原因是我至少要等15分钟 我才可以把筷子夹进去 因为大家都要拍过一轮才会能够吃 然后好不容易有一次吃中菜 然后已经转了两圈 因为转一圈还不够 有人看到旁边那个人拍的角度更好 转过来再瞧一下再拍一张 我想说转两圈应该够了 我就去夹拿公块去夹那个四十头 结果才刚把那个四十头夹断 就是夹剖开 结果他就有人喊等一下 我想说等什么 他说我要拍剖面 你好不容易把它夹开 他说我要拍剖面 因为刚刚是圆的 所以其实你看到就是 大家会牺牲那个口腹之欲 牺牲那个食物最美味的 最热腾腾的那个时候 毛起来拍照 为什么其实答案很清楚 总不会是把相片藏在自己家电脑里面 因为要写实际嘛 所以他为了写实际 可以牺牲像这样的一些美味啊 口腹之欲去忍 那个其实就可以看到分享的那个效用之大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喜欢透过网路去创作 所以其实像刚刚的分享跟创作 也是我们在做社群经营里面去 可以不断的去召唤网友跟你产生 一个方式 因为他心里面本来就喜欢像这样的事情 那你只要去让他有一个舞台 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去做这样的分享 其实往我们都可以相当的乐意 那像是互动跟沟通 我这边用一个例子来举 其实大家可能越来越常看到像这样子 一群人聚会非常开心的照片 可是你也越来越会发现一件事 通常其实也许这样的照片都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的时候就拍出来了 你可能会想第一次见面 大家应该很深奔才对啊 怎么会就这么的热络 其实就是因为在网路上 他们已经互动了相当久 甚至我那次亲自目睹了一个像这样的景象 我参加了一个大概六十位美食部落客 每隔两个月一次的聚会 那我就很想去插花 想说去看看热闹 结果当场就有人向他的女友求婚 然后他女友就当场噗痴 眼泪就滴下来 然后就开始大叫说 你为什么没有先跟我讲 我今天穿得这么丑 然后大家就开始怂恿他们喇气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拍下来 想象一下以往求婚这件事 要么就是花钱月下两人死与时 要么就是在一群自己觉得很信任的亲友之间 然后来做这个事情 怎么会是在一个几十个人的网友聚会里面 然后你当场去做求婚的动作 这表示其实这个社群对他来讲 可能就是最重要的一群朋友 所以他会选择在这个场合里面去做 他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那时候当场看到就觉得 哇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当作是 来分享的一个案例 那当然也因为这样 所以最后这件事情有没有达到好的效果 网友就非常在意人气这件事 所以大家就开始不断的去看 我今天的部落个人气是多少 或者是有多少人按赞 或者什么的 那当然这个也会引发出一些好的副作用 或者是不好的副作用 好的副作用当然就是说 大家可能也许会约好了 当我有分享的时候 大家都来帮我推一下 按一下赞 或者来采一下人气 那无形中 其实你愿意帮别人这样做 别人也帮你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它都是一个下一步散步的机会的开始 那当然也有人会用一些 奇奇怪怪的方式去冲人 其实那个我们就不谈了 好 那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一些 其实重点是 你在经营网络社群的时候 因为你是有意识的希望达到一些 也许说建立品牌或者是传播 增加互动的效果 所以像这些网友的心理特性 是你可以放在心里面去想说 我怎么样透过我每天日常的一些经营 在心里面去也许是邀请也好 也许去设计一些什么活动也好 去让网友可以跟你产生更多的engagement 而不会说他觉得我看完这边 看完我就走了 而是其实他会留下来 跟你产生更进一步的关系